日前一名國中女生 在捷運站翻牆逃票 那麼現在更被網友 挖出她的黑歷史 說她曾經跑到超商裡頭 把上半身塞進冰櫃裡 女子上半身塞進去超商飲料櫃裡 只剩下雙腳懸空在外 畫面看起來有些驚悚 另一張則是趴在超商地板上 疑似把無聊當有趣 但看在民眾眼裡實在 太誇張了 觀感也不好 應該會跟電源講 請電源自止差吧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深 兩張照片在社群平台上瘋狂流傳 有網友認為買東西的客人很可憐 也有人說這麼做好嗎 超商的法務不是吃素的 有眼睛網友發現 這位女生跟這位根本是同一個人 就是幾天前在台北捷運西門站 違規跨越柵欄的逃票女國中生 當時北捷對她開罰 如今更多黑歷史被挖出來 這段跑進超商內 塞進超商冰櫃 脫序行為恐怕已經觸罰 超商不得不把這些超商裡面的冰櫃 冷藏櫃裡面的商品予以暴廢掉 這種行為已經違反了刑法354條的 毀損物品罪了 只是因為這名國中生本身是少年 所以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 是移送到少年法庭來加以處理 超商被惡搞已經不是第一回 去年桃園有男子為了模仿網紅 把髒鞋放進去冰櫃裡 事後被超商提告 判拘役40天得一顆罰金 這回即使未成年恐怕也得付出代價 這網站楊文豪特別報導 為了要把髒鞋放進去冰櫃裡 紀錄製造回桃園 把髒鞋放入